它沒有辦法恢復,所以你沒有按Ctrl Z它回不來 所以這邊我把它按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後來就有同學馬上問問說 老師那我工作裡面又剛好顛倒過來 我就是希望他可以自動幫我 每一列自動幫我加個空白列 所以後來我又把它寫了一下 又恢復了 所以最好可以刪除列 然後刪除列完之後呢 增加空白列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刪除列 這個順便講一下,因為同學有問到 如果我說將來你只要想到刪除列的話 有個概念,請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要刪除空白列的話 請記住喔,不要從上面往下刪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刪掉那個是第二列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等一下你應該要刪第四列 第六列,第八列的 可是如果你刪掉第二列會怎麼樣呢? 你原來的第四列 你原來的第四列有沒有,他就不見了 他就變第三列了 那你又刪,那怎麼辦? 你又被人家減一了嘛 不然的話又會刪錯 所以喔,基本上呢 以後如果遇到那種要刪除的狀況 我是比較建議 你從後面刪回去 所謂的後面是 你從最後一列往上刪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刪掉第十八列 你會發現,第十六列會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 如果你在刪第十六列 十四列也沒影響 有沒有,所以呢 以後呢你只要刪除的話 想到刪除了 你就記得喔 倒過來 我們回圈是從上到下 不過請你轉個彎 轉個方向 以後刪除工作表一樣 像下面這個工作表有沒有 如果你從這樣刪過去 它一樣會地補 所以順序又亂掉了 頭痛 所以如果以後想到刪除了 你就用什麼? 反序刪除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因為一般的書籍裡面 講到好像也都沒有反序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到的 反序一下就好了 不然一般書的話 刪了一個 它就跟你在I再減1 再刪掉一個再減1 有的時候要加1 有的時候要減1 頭都昏了 所以怎麼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反序刪的話 我教各位喔 第一個啦 一樣什麼? For I 等於 本來是1到19 你把1跟19兩個顛倒 但是後面請你加上一個step step 這個要自己打上去 step-1 因為預設是1 step1不用打 它預設就有了 對不對? 如果以後你是反向的話 請你-1 如果你反向又要是135246的話 你就-2就可以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 我們-1 第一個 所以它就是從最下面一列 往上刪除 刪除的話就是判斷一下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那個列 sales 挖符 那個列 裡面的什麼呢? 我用A來判斷好了 假設A欄裡面的東西 如果等於沒有東西 那表示 其實第一個沒有 就代表說 後面應該也都沒有 我們是用A欄去當成一個判斷的基準 如果裡面沒有的話 then 做什麼事呢? 把那一列關我刪掉 不過那一列刪掉之前 我習慣是and if 那一列刪掉的話 就是row 記得加s rows 後面的話記得 哪一列? 瓜糊 i列 因為我這個i 現在的位置 跟上面的這個位置 是一樣的 刪除的話就是什麼? 點 delete 所以如果你不太記得delete 這個字怎麼拼的話 請你看鍵盤上面 也有這個單字 ok 有個delete 你就打那個delete 如果你不記得